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前在北京举行2018年新年团贷会 先前负面传闻缠身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十九大出局的张春贤 刘其导等人均献身团败会 其在团贷会上大赞狗是人的忠诚伙伴 是忠义和平安的象征 央视转播画面显示 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以及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其导 前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都在新闻中露面 先前负面传闻缠身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也现身团败会 据报道 习近平在团贷会上赞狼狗是人的忠诚伙伴 是忠义和平安的象征 以金犬 玉犬 锐犬 异犬形容狗年 分析认为 习近平可谓用心良苦 重点还是在讲忠诚 以此向中共全党再次发出警告 此次在团贷会露面李源潮 张春贤 刘其宝三人 均被传言在忠诚方面有问题 三人均在中共十九大上未届退休年龄 却未能继续留任新一届政治局 一度引来各种解读 不过 刘其宝 张春贤仍保留中央委员资格 目前已经确定调任人大政协贤职 而李源潮落选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后 最近又失去了全国人大代表身份 有港媒称 在党政 人大 政协三大皆空的情况下 李源潮很大机会将落退 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值得的关注的是 先前负面传闻缠身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此次也在团代会露面 而范长龙此前也被传在效忠习近平方面有问题 1月14日 多家媒体报道称 范长龙上将已被军纪委立案调查 之后 范出现在央视报道中 与习近平等军方高层一起露面 但有关他被查的传闻仍疑云未消 尽管此次范长龙又在团代会露面 但不少观点认为 这并不能正视范能平安着陆 因为徐才后垮台前也曾在这类场合出现 2014年1月20日 习近平等人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军委新年文艺演出 已卸任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后 郭伯雄 随习近平等人一起出席 两个月后的3月15日 徐才后被调查 范长龙是徐才后的嫡系 两人既是辽宁同乡也是上下级 徐才后被调查期间已经患癌死亡 中共十九大后 中共官方多次批徐才后 郭伯雄 薄熙来 周永康等将派大老虎 在党内为高权重 但既拒贪又拒负 他们涉及的案件是阴谋篡党夺权 令人不寒而立 触目惊心 中国新年前期 中共官方宣布前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涉嫌受贿案被送审 同一天 中共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网信案前主任卢伟因贪腐问题被双开 并被立案审查 分析认为 两名将派政变核心成员过年前期被高调送审 是习近平释放的明显信号 为王岐山付出和掌控文宣系统扫清障碍 孙政才曾被《纽约时报》等外媒报道说 是被中共政权隔代指定的中共第六代领导人 将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接任国务院总理 在习近平亲自参加的不得带笔纸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研讨班中传出四个不惜代价 包括保护在风口浪尖上的高层领导 清洗中共党内反对势力 镇压内部不稳定因素等 当时分析就指习近平立挺王岐山 孙政才被送审的同日 江派的互联网总管卢伟 中共宣传部副部长被当局双开 并被立案审查 卢伟遭贬有多个原因 打着习近平的旗号扩大自己的影响 有非正常的政治势力介入网信办工作 对新疆无界网转发不利于习近平的消息 负有责任等 北京时局观察员华坡表示 孙政才、卢伟两人 有一个共同的罪名就是拉山头 搞小圈子 孙政才是想篡夺中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 搞圈子立山头 而卢伟想掌控中共的宣传系统 新闻舆论 他认为习近平在中国新年前同时处理着两个人 是为了捣毁他们各个的小圈子 向其他相关的人发出警告 华坡还表示 习近平对宣传系统大整肃 一方面用王沪宁来担任中宣部部长 另一方面拿掉中宣系统的老人卢伟 打破宣传系统的圈子 以后宣传系统必须听命于习近平 不能再有自己的想法 并且开辟多渠道宣传方式 比如用学习粉丝团 来推广习近平的理念和政策 中国问题专家记答分析 孙政才参与倒习王的政变 而卢伟是江派在互联网的总管 利用死平台蒙骗习近平 用五毛来丑化习近平 在香港雨伞运动时 配合江派给习近平搅局 甚至疯狂到睡在办公室来操控 习近平在中国新年前同一天 对这两名江派的官员进行清算 释放明显信号 为王沪宁尽快掌管宣传部 突入和为王岐山付出扫清障碍 上个月底 已退下来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突然再度当选湖南人大代表 引起舆论聚焦 当时政论家胡平就表示 王岐山重返政坛最有可能 任职国家副主席 或将成为中共历史上 拥有权力最大的一位副主席 2月14日 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 多维王引述多个消息透露 中共十九大后 从中宣部原部长刘其宝提前下课 到双开鲁尾的政治用词严厉 都是习近平根据其部署 决心彻底改革文宣系统的开始 文章说 后续可能还有文宣系高官落马 内部宣传与外部宣传系统 或都将被革新 2月13日 中纪委发布双开鲁尾的通报 其罪名足足罗列两大段文字 包括违反政治规矩 小圈子 妄议中央 野心膨胀 以权谋色 四个意识各个皆无 六大纪律降下违反 十八大后不收敛 是典型的两面人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 相互交织的典型等 落马官员的所有政治罪名 几乎鲁尾都有 除此之外 还包括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 对中共中央部署搞选择性执行等 其他落马老虎没有的政治定性 卢伟作为文宣系的一名文职官员 居然背负起习近平反腐以来最多 最狠的罪名 很快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 中共宣传系统长期由江派人马把持 习近平上台后 刘云山一直在立于宣传口给习搅局 而宣传系统出身的卢伟 也被指主掌网信案期间在互联网配合刘云山 用高级黑的手法让习近平背黑锅 并压制习近平的亲信徐林 卢伟的罪名中 违反政治规矩 搞小圈子 两面人 选择性执行等等 也反映出江家的宣传系统和习近平离心离德的乱局 目前 王滬宁 黄坤明和徐林分别替下刘云山 刘起宝和卢伟 宣传系统最顶层已经洗牌 但是江家与党仍然遍布宣传口的中高层 不是反腐短期内能够清理干净的 因此 习近平阵营要抓过笔杆子 很可能仿照军改 启动宣传系统改革 在重组权力体系的同时安插亲信 整肃江派人马 日前美媒披露 北京当局已经下令对中共外交部进行彻底改革 足建一个权力更大的外交团队 力图在对外事务上用一个声音说话 再联系即将重新出山的王岐山可能参与外交事务 习近平有可能要对江派把持多年的外交系统动刀 按惯例 北京当局在新年前看望了中共退休领导人 但党媒公布的退休高层名单中 却没有王岐山 新华社2月13日报道 习近平等北京高层在新年前 分别或委托有关官员盼望退休的前领导人 新华社公布的退休领导人名单 与2017年相比 增加了在中共十九大上刚刚卸任的 18届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政治局委员孟建柱和郭金龙 中央书记处书记赵洪柱 但没有已在中共党务系统裸退的前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这可能意味着王岐山尚未退休 将在三月两会上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 中共十九大上卸任的政治局常委 包括王岐山 刘云山 张德江 余正生 张高丽五人 但张德江 余正生 张高丽虽然卸去党职 仍分别在任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这些政府职务 今年三月才会正式卸任 因此没有列入已退休高层的名单 日前 王岐山已在湖南当选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打破退休常委不再参加人大的惯例 随后 有多家外媒引述消息指 王岐山将在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 因此需要首先入选人大代表 有关王岐山出任副主席后的权柄大小 有多种分析 有人认为副主席只是个花瓶角色 但更多人分析王岐山将手握实权 甚至比肩或超越政治局常委 还有港媒分析 王岐山出任副主席 是准备在下一届接任国家主席 继续辅佐习近平 至于王岐山接任副主席后分管的领域 有美媒消息称 江主管中美关系 也有海外党媒放风 也可能监管香港事务 中共中央前军委主席范长龙 被查消息传输后 官方已出面毕摇 范本人也被安排公开献身 但落马怡云依然难消 有自称范长龙的战友 似乎还嫌毕摇不够 日前又放出据称是范长龙 刚刚书写的书法 但被发现落款是去年历春 大陆新浪微博近日流传范长龙 和一名男子手持 稳如泰山书法的合影 香港星岛日报2月12日报道 曾为范长龙毕摇的战友 施子贤向该报确认 这是范长龙2月6日 在北京与几位老战友聚会时 唯一名老战友书写的 施子贤在博客贴出几张照片 并称当天范长龙 还为他写了家和万事兴的横幅 博文还说 范长龙不是酒不抽烟 夫妻恩爱 儿子是刘美金融博士 在国内一家企业工作 范长龙在位时 妻子刘言经常提醒他要管好部队 不辜负习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 不过外界观察发现 何影中稳如泰山的书法作品 落款时间却是丁有年立春 万年立显示 丁有年立春是公立 2017年2月3日23时 黄历的大年初期 而丁有年的次年 即务虚年的立春是公立 2018年2月4日早上午时 黄历的腊月19 因为中共有意破坏传统文化 导致中国学术界近年来 对甘之纪年到底是 从立春开始 还是大年初一开始存在争议 如果按照甘之纪年 从大年初一开始的说法 公立2018年2月4日 还算是丁有年 不过 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个立春是明年苟年 勿虚年的立春 而不是今年基年 丁有年的立春 而且 即使书法作者实在没文化 勿将勿虚年写成丁有年 也不是持子贤所称的2月6日 目前 范长龙落马一云未消 此时出现有一点的照片 更加深了外界的猜疑 虽然官方已安排范长龙2月2日公开出席军方活动 但多家媒体报道 前军委主席徐才厚落马前 也曾被安排在类似场合露面 因此外界猜测范长龙目前是否与当年的徐才厚一样 已处于被控制或半控制状态 1月20日自称范长龙战友的施子贤也曾在网上贴出范长龙夫妇的近日生活照 其中也有一幅书法作品 落款时间是丁有 当时就有红二代质疑 这些照片是以前的旧照 有趣的是 1月14日率先报道范长龙落马的《星岛日报》 也对施子贤20日贴出的这些照片进行了报道 并发表了对施子贤的专访文章 因属其消息称范长龙没有被查 正在海南越东 再算上这次报道范长龙的《稳如泰山书法》 《星岛日报》已经两次访问施子贤 为范长龙落马必谣 有分析猜测 《星岛日报》这种自损公信力的报道 可能是因为受到某种压力 范长龙2月2日露面后 另一家有中资背景的港媒《南华早报》 也刊登了一篇值得玩味的报道 该报道标题中澄清了后面带有问号 内文也称范长龙现身可能澄清了落马传闻 《星岛日报》最初报道称 范长龙是徐财后嫡妻 因被前军委委员房峰辉供出而被查 房峰辉也被另一家港媒指为郭伯雄救部 香港《东方日报》随后报道 范长龙在横峰银行任职的儿子乙诗连 再加上横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早前受查 横峰银行为范家洗钱的事不敬而走 日前 北京市委书记蔡其立推腾笼幻鸟 令舆论怀疑这是否其驱逐低端人口的动机 汪洋主政广东时推行习近平支持的腾笼幻鸟 以及和薄熙来的蛋糕论之变 都被认为与汪、博二人争夺中共十八大常委门票有关 不擅长拍马的蔡其 腾习言辞不仅引发副作用 还招致习近平不满 台湾中央社报导指,腾笼幻鸟是中共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策略 龙是指区域空间,鸟指的是产业 在执行上往往会迁出或淘汰区域内低端产业 同时连带导致低端人口被迫离开 北京党媒报导 2月3日,蔡其与北京市长陈吉宁前往北京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海淀区调研 调研重点是书解非首都功能的腾笼幻鸟工作 并召开现场推进会 蔡其在调研中指,要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推进腾笼幻鸟 进一步书解退出不符合首都发展定位的企业、产业 换上会下鸡蛋的鸟 蔡其要求继续下利器书解一般制造业、区域性批发市场 同时也提到进一步拆除违法建设、创建无为建区、无为建街道 报道还提到这四个区对腾笼幻鸟的探索 其中西城区的天号城批发市场转型为宝兰金融创新中心 从业人员仅为原来的五分之一 占地面积也缩减为原来的百分之三 去年年底,北京一场大火 引发了暴力拆除违建、清除隐患的专项行动 大量外地人口被强制驱离 很多人被迫在寒业露宿街头 北京非人道的执政方式引起海内外舆论声讨 当时北京官方文件中出现书解低端人口字样 此次行动也被称为驱赶低端或北京排华运动 腾笼幻鸟是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汪洋在主政广东时提出的口号 此次蔡奇重提 从一个侧面表明该策略已被习近平肯定 因此蔡奇才大力推行 据媒体此前的报道 习近平2006年执政浙江时 曾在枝江新语栏目发表从两只鸟看结构调整 论及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有两项内容 分别是凤凰涅槃与腾笼幻鸟 之后 习近平2007年前往上海主政 内定为中共接班人 同一时期 汪洋从重庆转赴广东 并正式启动腾笼幻鸟和双转移战略 1月2日 美媒世界日报分析认为 国务院此次发布扫黑除恶通知 是在为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背书 平反蔡奇因拆除低端人口住屋 引发的海内外舆论责难 报道引述圈内人士透露 上述行动是因蔡奇护主心谢想做出点成绩 结果断人财路 遭人落井下石吃了安亏 据圈内人士披露 一位北京市官员谈到蔡奇 说因为蔡奇不擅长拍马 所以一直未得到重用 其此次破格提拔蔡 蔡内心很感激 但十九大前云绝播鬼 还内外反习势力集中攻击王岐山 打出清军侧旗号 为维护习的权威 蔡奇做了公开拥习的表态 但不擅长拍马的蔡奇 捧习言辞过当 不仅引发副作用 也招致习近平不满 这时对蔡是个教训 因此极力想在其他方面有所补救 后 中共官方多次批徐财后 郭博雄 薄熙来 周永康等将派大老虎 在党内为高权重 但既巨贪又巨负 他们涉及的案件是因谋篡党夺权 令人不寒而立 触目惊心 中国新年前期 中共官方宣布前重庆市委书记 孙政才涉嫌受贿案被送审 同一天 中共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网信办前主任卢伟因贪腐问题被双开 并被立案审查 分析认为 两名将派政变核心成员过年前期被高调送审 是习近平释放的明显信号 为王岐山付出和掌控文权系统扫清障碍 孙政才曾被纽约时报等外媒报道说 是被中共政权隔代指定的中共第六代领导人 将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接任国务院总理 在习近平亲自参加的不得带笔纸的 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中传出四个不惜代价 包括保护在风口浪尖上的高层领导 清洗中共党内反对势力 镇压内部不稳定因素等 当时分析就指习近平立挺王岐山 孙政才被送审的同日 江派的互联网总管卢伟 中共宣传部副部长被当局双开 并被立案审查 卢伟遭贬 而李源潮落选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后 最近又失去了全国人大代表身份 有港媒称 在党政 人大 政协三大皆空的情况下 李源潮很大机会将落退 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值得的关注的是 先前负面传闻缠身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此次也在团代会露面 而范长龙此前也被传在效忠习近平方面有问题 1月14日 多家媒体报道称 范长龙上将已被军纪委立案调查 之后 范出现在央视报道中 与习近平等军方高层一起露面 但有关他被查的传闻仍疑云未消 尽管此次范长龙又在团代会露面 但不少观点认为 这并不能正视范能平安着陆 因为徐才后垮台前也曾在这类场合出现 2014年1月20日 习近平等人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军委新年文艺演出 已卸任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后 郭伯雄 随习近平等人一起出席 两个月后的3月15日 徐才后被调查 范长龙是徐才后的嫡系 两人既是辽宁同乡也是上下级 徐才后被调查期间已经患癌死亡 中共十九大有多个原因 打着习近平的旗号扩大自己的影响 有非正常的政治势力介入网信办工作 对新疆无界网转发不利于习近平的消息负有责任等 北京时局观察员华坡表示 孙政才 卢伟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罪名就是拉山头 搞小圈子 孙政才是想篡夺中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搞圈子立山头 而卢伟想掌控中共的宣传系统 新闻舆论 他认为 习近平在中国新年前同时处理着两个人 是为了捣毁他们各个的小圈子 向其他相关的人发出警告 华坡还表示 习近平对宣传系统大整肃 一方面用王沪宁来担任中宣部部长 另一方面拿掉中宣系统的老人卢伟 打破宣传系统的圈子 以后宣传系统必须听命于习近平 不能再有自己的想法 并且开辟多渠道宣传方式 比如用学习粉丝团 来推广习近平的理念和政策 中国问题专家记答分析 孙政才参与倒习王的政变 而卢伟是江派在互联网的总管 利用此平台蒙骗习近平 用五毛来丑化习近平 在香港雨伞运动时 配合江派给习近平搅局 甚至疯狂到睡在办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前在北京举行2018年新年团代会 先前负面传闻缠身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中共国家副主席李元朝 十九大出局的张春贤 刘喜宝等人均献身团代会 习在团代会上大赞狗是人的忠诚伙伴 是忠义和平安的象征 央视转播画面显示 中共国家副主席李元朝 以及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喜宝 前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都在新闻中露面 先前负面传闻缠身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也现身团代会 据报道 习近平在团代会上赞狗是人的忠诚伙伴 是忠义和平安的象征 以金犬 玉犬 锐犬 益犬形容狗年 分析认为 习近平可谓用心良苦 重点还是在讲忠诚 以此向中共全党再次发出警告 此次在团代会露面李元朝 张春贤 刘喜宝三人 均被传言在忠诚方面有问题 三人均在中共十九大上未届退休年龄 却未能继续留任新一届政治局 一度引来各种解读 不过 刘喜宝 张春贤仍保留中央委员资格 目前已经确定调任人大政协贤职公事来操控 习近平在中国新年前同一天对这两名江派的官员 进行清算释放明显信号 为王沪宁尽快掌管宣传部扑路 和为王岐山付出扫清障碍 上个月底 已退下来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突然再度当选湖南人大代表 引起舆论聚焦 当时政论家胡平就表示 王岐山重返政坛最有可能任职国家副主席 或将成为中共历史上拥有权力最大的一位副主席 2月14日 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王 引述多个消息透露 中共十九大后 从中宣部原部长刘其宝提前下课 到双开鲁尾的政治用词严厉 都是习近平根据其部署 决心彻底改革文宣系统的开始 文章说 后续可能还有文宣系高官落马 内部宣传与外部宣传系统或都将被革新 2月13日 中纪委发布双开鲁尾的通报 其罪名足足罗列两大段文字 包括违反政治规矩 小圈子 妄议中央 野心膨胀 以权谋策 四个意识各个皆无 六大纪律降下违反 十八大后不收敛 是典型的两面人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